大家好 今集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英國生活的小習慣 或者小常識 在英國生活當然要了解一下英國的文化 我們叫British culture 英國的文化給人一種感覺是很有禮貌 我們住得久 慢慢我們也養成了這個習慣 例如我們有一些巨語都說得多 好像我自己都很常用 例如Sorry、Excuse me Sorry不是一定做錯事才說這句話 舉例如果我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想拿東西剛好有人阻礙著 而你又想繞過他去拿 我們通常都會說 Sorry, Can I get something behind you? 又或者Excuse me, Can I get something behind you? 這樣吧 如果我們去到超市 又或者去到其他地方 我們想找一些銷售或服務員 去幫我們拿東西 又或者是問東西的時候 那你見到他在聊天 又或者是在看其他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說一句 Sorry, Would you mind able to help me? 你可不可以幫幫我? 又或者我們都可以說 Excuse me, Do you have this? 不好意思啊 你有沒有這件事呢? 有時剛好或者有人開過門給人的時候 而你沒有為意 你是一支箭地衝進去 那你才發覺有人原來是要進去 但是你就不小心阻礙他 那我們都覺得I'm sorry 這個就非常之常用的 另外一個西人來說都比較常用的 我也都講過 例如如果我們突然之間 我們打X吃藥或者有些胃氣象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句 Oh, Excuse me Oh, I beg your pardon Oh, Pardon me 都會用的 那就是Pardon這個字 I beg your pardon 那就是不好意思 例如如果有人跟你在聊天 而你是聽得不清楚 那我們都可以用I beg your pardon 你可不可以再說一次啊 都可以很常用到這一句句語的 大家就慢慢了解多一些英國的文化 有些句語或者我們平時少用 那在英國來說 我們都會用得比較多的 而第二件事就跟大家講一下排隊 那在英國排隊的時候 那我們就一定要給一些space 因為如果我們太迫在一起的時候 會令到對方就不太舒服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給一些space 和前面後面 另外呢 當你是排隊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習慣 又或者當地人也都很習慣 留下你聊聊天 我們多數說的 今天天氣不錯啊 你都會看到 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排隊的 你會不會都有一些白白怪怪的心理 究竟你排隊做什麼呢 而排到悶悶地聊聊天也都很常用 通常都是天氣很好啊 如果有時候遇到一些老人家 他們可能又會講多很多其他的題外話 有時候或者我們排隊 你排了多久啊 都會比較有這些習慣性在那裡 那不同啦 如果其他一些亞洲地方排隊的時候 你問他都未必會理你 又或者我們會比較 alert一點 你問我做什麼 就無緣無故問我 可能都會已經是有個習慣性在那裡 但是來到英國生活 你排隊的時候 別人問你事情 都不用那麼害怕的 那講回天氣啦 那現在英國呢 都仍然都是夏天氣 那都 有些地方都很熱的 那我們住得久的來說 就真的都不怕熱了 如果18度的時候呢 在香港或者已經18度 可能已經很冷了 英國來講18度呢 我們啊 或者local的beaches people 他都覺得外面呢 18度等於25-26度 都是穿著一件短袖衣服的 好了最後呢 都跟大家講一下 在網上見到有一些的 都說啊 你搬到一個新的地方 想跟隔離輪舍打好一些關係呢 就買一些的小禮物啊 或者買一些餅啊 送給隔離輪舍 那其實我真的不建議 我都強調了很多次 只要大家想跟隔離輪舍打好關係的話呢 真的說個hi 見到面聊聊天 互相chatting一下 那就已經ok了 當你熟習了 跟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好的relationship的時候呢 你說再送禮物呢 那就ok 尤其是千萬就真的不要送食物了 我見到網上有些就說 想買什麼老婆餅啊 香港老婆餅啊 送給他們吃 但是因為買不及就沒有送了 這樣 有些就說要自己做一些的餅 送給人吃 那我就覺得就真的都避免不要攪著了 因為英國人很多都有這個 我們叫做food allergy 食物敏感 而他們不清楚你們 給了些什麼ingredient在裡面的呢 那他吃了的話 那都很大件事的 曾經有個個案呢 有個英國年青人 那男生就有這個花生敏感 嚴重的 那我女朋友 只不過是吃了一排朱古力 裡面有花生 小微的花生 但是他不記得抹嘴 那他們做了一個kiss 之後呢 那小朋友呢 就由於過敏的緣故呢 就拜拜了 這樣就真的不建議了 如果你隔離鄰舍幫你做一些的 例如跟你拉下垃圾桶 住得久啊 已經管理不錯 那你見到小朋友 你不是買些朱古力啊 Easter送個朱古力啊 買一包薯片餅仔啊 問一下給他們的時候 都要問一下強調 問他們一句 有沒有food allergy 有沒有食物敏感 這個問題在這裡 那就好像你們住開 生活慣的一個地方 那你搬到另外一個區 你都不會說特意這樣去買些禮物 逐家逐戶按門鐘 告訴他們你是誰 這樣啦 是不是 在英國來講 你只要搬到一個地方 聖誕節的時候 每家會戶送一張聖誕卡 跟他們說個hi 講一聲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已經很足夠的了 直到你從附近真的熟落了 那你們才再有其他的動作 英國人呢 就比較是真的傳統 和比較自我一點 他不是很喜歡人家 無緣無故打擾他們的生活 也有個都說過 他真的聽網上那些人說 就是搬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真的送禮物給隔離輪舍 按門鐘 而那個隔離輪舍的 reaction就是問你 what for 那你就沒有人了 吃檸檬 你一心一意想要跟他打好關係 對不對 只要大家記住 搬到一個新的地方 大家打招呼 聊聊天 熟落了 才再進一步其他的行動 那好吧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吧